Yo! 前兩天放榜 接著都收到不少PM 有我的私底 還有一些我之前學生的PM 都是在問我同一條問題 今天就和你講講它 其實找得我都不幫好事 他們的問題都是說我成績不好 或者不夠分 可以怎樣升上去 或者我應該有什麼出路可以走 或者哪一家學校好 我聽到這些問題 我第一時間就會問他 其實你自己興趣是什麼 或者你喜歡的是什麼 譬如你對拍攝是沒有興趣的 那我叫你讀電影又有用嗎 或者你平時不留意時裝的 不注重Style的 那我叫你讀Fashion Design 或者Styleless又可以嗎 其實很慘 因為現在的教學制度 還是用一個評級方法去說 你有多好你有多好 其實教學最重要的是 鼓勵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 不是告訴你你有什麼興趣 而是幫你去找你自己的興趣 為什麼我這麼激動呢 其實從小到大 這些人都會教你怎樣去考試 怎樣去拿高分 但他不會把一件事說得有趣 不會把知識去包裝 令到學生吸收的時候 是提起興趣的 那學生會怎樣呢 學生就是背了這些知識 然後去考試拿分 其實去到最後他們喜歡不喜歡呢 他們不喜歡的 但拿著個分 他們就知道可以上到大學 但其實學生應該在這個範疇裡 找到自己的興趣點 你才可以把知識 真正的吸收到自己裡 那你考完試 就不會還給人 那說回我自己 我當然不考DSE 那我當然考會考的 那不計art的話 我都去不到雙位數 但其實不代表任何東西 因為當年不夠14分的話 他都很少學校會收你 上去中六中七 即是所謂的A級 但是很幸運 我找到一間學校收我 那入了那間學校之後 我就遇到一位好的老師 那開始醒覺了 我在想 究竟我讀書為了什麼呢 是不是為了家人呢 是不是為了分數 可以升到上大學呢 那我發覺不是的 其實讀書應該是為了一個知識 那知識是無窮無盡的嘛 正所謂 學海無崖回頭試案 是不是 那我就開始在那裡找 究竟我喜歡些什麼呢 那當年我就找到 其實我喜歡 擺機和攝影機 但是為什麼喜歡 我就不在那裡說 因為原因有很多 但我發覺 如果我提起了一個興趣之後 我讀完第一個 chapter 之後我就會追到第二個 chapter 就好像你現在追漫畫 你追完一話就會一話 所以呢 其實興趣和愛好 真的非常重要 但其實無可奈何 最後我還是要考A級 但我發覺 我考A級的時候 我是不辛苦的 因為其實我躲在圖書館 躲在兩三個月 我的近視都是這樣來的 但我學校 我不覺得辛苦的 那最後A級考得好不好呢 因為其實我去了一間比較差的學校 其實在那間比較差的學校裡面 都是最頂級的幾個 又或者可以這麼說 當年考完回考之後 其實我們一堆同學 去了不同的高中 發覺考完A級出來 我的成績更好過之前 可以獲得20分的同學 他們都會覺得 你回考成績這麼差 為什麼A級可以追過我呢 我相信是因為 我對那兩個科目提起了興趣 雖然說A級我考得不是差 但是BioCam不收 因為BioCam的要求實質太高了 那最後呢 其實很有趣 有兩科收 一科是成大的IT 另一科就是ivy的Design 那我當時很簡單的 我在想 我希望做IT 還是希望做Design呢 那你認識我 你當然知道我選了Design 雖然現在IT 賺錢真的賺得很多 但其實我一點都沒有後悔到 因為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問自己 這個問題你現在都可以問自己 你希望三年之後 或者五年之後 自己做哪一份工作呢 我發現我是不可以 對著一堆program去生存的 而我記得 當年上IT課的時候 我是拿了一張畫紙出來 在IT課畫畫的 所以當時 我想都沒有想過 我直接去讀Design 因為我對設計的興趣 實在太濃烈了 那當年 未讀完ivy 我就退了學 去了poly讀 讀完Degree 再升上Master 現在我已經在教設計 有我的學生 很明顯是因為 興趣令我可以 持續在這件事裏 一邊浸 一邊浸 學更多的知識 而你個人不會覺得辛苦 覺得氣魯 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身邊也有很多 很厲害的同學 他們很明確地知道自己 興趣在哪裏 他們畢業之後 未必真的去做設計 有些去了做model 也有些去了做sales 但是不代表他們 放棄了興趣 以及他們 放錯了時間 在設計上 因為他們讀設計的時候 很清楚自己 原來喜歡拍照 或者喜歡被人拍的 去到他做model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保持熱情 另外一些人 就是很明確知道自己 講故事很厲害 去到最後 他們做sales 的時候 很容易將一件product 或者service 包裝成一件 很有意義的事情 去sale出去 所以其實你首先知道自己的興趣 你一邊去發掘 一邊去挖 一邊去挖 你總會知道自己的 條路應該怎樣走 所以你問我 你接下來的條路怎樣走 你首先問清楚 你自己喜歡些什麼 真正的贏家 不是你在同一條路裡 跑得比別人快 而是你知道自己要走哪條路 只要你找到自己的路 就用你的熱情 排除萬難去追 你追的人不是其他人 是你自己的理想 吃得剛才越趕越激動 不過Anyway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Facebook PM我 或者你有個電話可以打給我 那不要做傻事 其實考試測驗這些東西 不行就再來過 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 就算你不想去羅馬 你去看看鬥秀場也好 好啦 不說難的了 有什麼就玩我 See ya Peace Yo 原本打算用這樣的開場 但其實是不是很愚蠢 哈哈